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遍布街巷的手抓羊肉馆 最资深的时刻 想起手抓羊肉的香味 常常不舍昼夜 手抓肉地道的吃法 必须配上一头生蒜 一小碟陈醋 一大块羊肉入口 不删不腻 纵使是食量小的女子 也能一口气吃上半碗 银川专做手抓羊肉的店有上百家 竞争激烈的行业必然催生顶尖高手 这家红火了十一年的手抓店 功劳在于一对文明银川餐饮界的兄弟 这位擅长与食客聊天 天生长着一张笑脸的是弟弟何志国 他掌管着前厅 是店面的灵魂人物 后厨这位忙碌于案板间的厨师 是哥哥何志勇 不善言辞 拥有三十五年的烹羊经验 他们一人负责选羊 另一个负责烹制 两人性情各异 面对羊肉 却心有灵犀 朋友可能就说 你哥这人人狠话不多 你那就属于比较能吃会说 兄弟二人对贪羊下的功夫 早在厨房之外 几乎所有中国美食家都认为 宁夏最好的贪羊在延迟 一望无际的戈壁滩 广阔无垠的盐碱地 为了生存 羊儿们必须迈开四体 努力寻找食物 长期自由奔跑 大大增强了肌肉的紧实和细腻 使羊肉本身的膻味逐渐被中和 每周 和治国会前往延迟的贪羊养殖场 从两个月大的羊羔 到三年的肿羊 找到心仪的那只全凭眼力 选做手抓的羊 要先看羊尾 羊尾的肥瘦 对应羊本身的脂肪含量 一长大的羊尾 脂肪含量最为合适 再看牙齿 门牙不突出 确定年龄处于幼年与青年之间 而最重要的环节 则是摸羊背 如果太高的话太平 太装了 这种刚刚好 手抓羊肉 主要选择羊肋排 感受肋排上的筋肉与肥肉 纯凭选羊人的手感 而这只能依靠 常年累月的经验 选对了羊 美味水到渠成 弟弟带回上家的食材 接下来就要轮到 哥哥大显身手 每天早上七点 何志勇会准时来到后厨 用冷水浸泡羊肉 目的只有一个 去除鲜肉中的腥味物质 处理后的羊肉 透出鲜嫩的粉色 投入不放任何做料的冷水锅中 用小火煮开 再下适当调料 这是主要来去腥的 味道是互相辅助的 它就给羊肉 切点香味呀鲜味 文火炖煮 鸡肉纤维软化 羊肉得以不腻不删 等待的时间 弟弟总会给哥哥 准备一顿可口的午餐 在这家手抓店的任意角落 挂满了大大小小的钟表 心思细腻的弟弟 总会在意各种细节 我们做手抓羊肉呢 火候相当重要 等它看到时间以后 它就知道 它这个时间带要去 做什么主要工作 我们每块肉的 出锅火候是不一样的 第一块 它就15分钟左右 就可以出锅 最后这块 它就是30分钟以后 你就要随时就要看了 虽然食材至关重要 但控制好炖煮的时间与火候 才能将贪羊的美味 发挥到极致 绝佳的羊肉配上适宜的火候 会使羊肉与羊骨 呈现似离非离的状态 这便是银川人 衡量一盘上好手抓羊肉的标准 肉质很松软 然后你一嚼很容易就辣了 入味三分 回味七分 两个兄弟 一种人生 在手抓羊肉的世界里 何志国与何志勇 都不愿意停止 对美味的探索 所谓人间志位 对于他们 意味着兄弟同心 银川人善于烹羊 他们把肥瘦相间的羊肋排 看作是呈现贪羊美味最好的部位 一块羊肋排 做成手抓 尽显质简而粗犷的本位 但倘若到了心思更为细腻的银川厨师手中 还可以变化出无穷的口感 眼前这位外表憨厚 笑容满面的西北汉子 是羊肋排制作高手 马永林 一进后厨 这位厨师长的笑容立刻藏起 平时在工作中 可能对他们要求的比较严厉 你不能偷懒 只有菜肴的品质过关 才能让它暂时放下威严 在烹羊高手云集的银川城 马永林能够脱颖而出 秘密就隐藏在金黄软糯的香囊之中 选择15厘米长的羊排 渐次放入水中炖煮 高温的作用 让羊排逐渐渗出水分 将腥味物质逼出 不能着急 这是一个小火慢工的一个菜 冷锅下油 温度适宜 爆炒 使羊排充分被油脂包裹 表面焦黄 内里软糯 荷叶包裹 清香渗入 运用西式面点的制作工艺 制作囊皮 囊皮不能太厚 口感更像松软的面包 这样会使羊排的香味 由内而外逐渐渗透 囊皮如同密闭的高压锅 让炙烤焖同时进行 历时45分钟 这道结合煮 炒 焖 烤 四种制作工艺的香囊羊排 烹饪完成 此时的羊排香软嫩滑 同时带有独特的炙烤香气 又不失炖煮的浓郁纤维 西伯 刚上来然后就能闻出香味 然后这个盖子掀开以后更香 用宁夏的一句话说 因为好吃者总是寻味而来 每天马永龄要做数十个香囊羊排 往往忙完一天的工作 回家已是深夜 对家人有一点这种 多少有点愧疚 一般的大厨 休息日很少在家做饭 马永龄却截然相反 一大早便前往集市 挑选家人最爱的食材 银川人善于选用 不同年龄段的羊 制作口感迥然不同的美味 年龄大小不同的摊羊 口感差异很大 这只九公斤重的羔羊 用来制作爆炒羊羔肉最佳 小的在家里写作业的丁度 都是爱人在福尺 我这块很少也能管得上 好 来 一百分 好 帮帮的 继续 那么有机会休息了 在家里就做点饭 然后做点菜 让孩子呀 大人呀都尝尝 爆炒羊羔肉 是银川餐馆必不可少的美食 马永龄却赋予了他家的味道 为了适合女儿的口味 他会做得更为软嫩 在锅中倒入适量胡麻油 控制好油温是难点 羊羔肉软嫩 温度偏高便会过焦 掌握好锅内温度 爆炒翻滚 保证每一块羊羔肉 与胡麻油充分接触 色泽发生微妙的改变 需要悉心调味 加水 焖锅 仔细观察锅内变化 耐心等待 一道结合爆炒与焖 两道制作手法的爆炒羊羔肉 便完成了 一份美味的爆炒羊羔肉 包含了马永林对父母与妻子的感激 也隐含着一个父亲 对自己不能长期陪伴女儿的歉疚 他这种工作就是这种性质 早出晚归 而且他个人的那种事业心比较强一些 就是非常辛苦 有时候也跟孩子去说 他也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去奉献 去付出 银川人独爱贪羊 爱得简单直率 任四季轮回 口味不改 在银川人手里 贪羊的每一个部分 都能获得不同的滋味 前腿肉 质地韧痰 用力撕开彰显豪迈粗广 羊腩肉 金 肉 油花 三花齐放 放入口中肉香四溢 银川人懂得西物 将贪羊的每一个部位 都善加利用 甚至便废为宝 在银川的街头 有一种取自贪羊的美食 让贪羊的深度爱好者 大呼过瘾 这是一种通过羊内脏 制作而成的美味 银川人热衷于清晨 食用它来获取能量 这种被称作羊杂碎的食物 在贪羊的世界里 特立独行 自成一味 就是必须吃的时候 得配上那个饼子 然后站着吃 你就得这样嘛 要不掰成小块 站着吃嘛 这样吃味道才配 大清早 这个不停使唤儿子的老大哥 便是专作羊杂碎 35年的马中城 熟客都会亲切地 称他马胖子 快快的 快快的 马中城的羊杂碎店 多次搬家 从银川城东搬到城西 而老时刻 总是能循着羊杂碎的香味 穿越大半的城市 来到他的店里 小儿子马俊阳 刚刚二十出头 正值贪玩 却总是大清早 被父亲拉着制作羊杂碎 过去经营这家店 马中城需亲力亲为 现在由小儿子忙前忙后 自己也落个清闲 帮儿子擦汗 是为了避免汗字 影响到羊杂碎的干净 老时刻们 总能将这些细节铭记于心 穿着打扮 包括他自己开的车 那车都是特别的干净 这么多年都是有什么 白车就是白车 特别干净 你喝啥了 老家香菜都吃吧 好 好 知道了 我爸这个人就爱干净 但平时就在活都让我来看 看地上有个纸呀 桌子一整 有个碗茶的 可以 刘一下 他们擦好了没 赶快下来 知道了 在银川 羊杂碎店有上千家 但食客们的评判标准 出奇地一致 排在第一位的 除了味道 还有干净 有时候就怕他们洗不干净 然后像这种 摆在人面前的人 就可以放心地吃 这个的话像他都在门口煮 你都是可以看到的 然后你会觉得比较放心一点 吃的也比较安心 现在马俊阳总算能理解 父亲的良苦用心 店内一声声地吆喝 包含了父亲对儿子的期待与教诲 到了下午 父子俩会一同前往加工厂 大火了羊头 这是马中城的绝活 在火焰中保持高速移动 净化羊肉的表皮 其中的难度在于羊头不能烤焦 控制好羊头与火焰接触的时间 需要长年累月的经验 带到羊头洗净 冒着热气 顺势将骨肉分离 这个要不能撕得太蓝了 淋巴去掉 淋巴不能食用 一公斤的羊头肉 淋巴等边角料占十分之一 在马中城看来 只有去掉重量才能保证质量 清理羊杂碎 最麻烦的是洗羊肚 薄薄的羊肚内壁需要温柔对待 滑坡的羊肚不易蒸煮 味道也会大大折扣 反复捏揉清洗堵中的杂质 整个过程 马中城反复清洗半小时 我都洗了七八遍了 你看我完了以后 我还没有打到我的要求 我还要再洗几遍才能过关 洗好的毛肚要从内向外翻开 马俊阳则会帮助父亲 刮掉毛肚内部黑色的表皮 这是银川加工羊肚 必须遵循的步骤 银川人认为 黑色的毛肚既不美观 也不干净 所以耐心的处理尤为重要 加工完的毛肚 血白透亮 煮熟后放切成条状 食材加工完毕 口味要靠配料 让马中城引以为傲的 是自己特制的辣椒油 拿出昨夜炼制好的羊油 中火慢熬 这个时候一个关键的步骤来了 让辣椒粉的表面充分与水接触 为的是加热后的辣椒 不会因过热而变焦 投入12种香料 驯服羊油中独特的气味 我们这一大辣椒呀 整个这条街都香喷喷喷喷的 好多客人就闯着这个香味 就跑来看来了 哎呀我这马上加炸辣椒 清晨来上一碗纯净 热气腾腾的羊杂碎 让人血液循环加快 伴随着马中城叫唤儿子的大嗓门 让人们很快便能从残睡 未醒的状态中兴奋起来 一碗浓香的羊杂碎 不仅是街坊邻里 关于口味的记忆 也是老马家执着专一的口碑 滩阳的滋味就像一段胶片 承载着银川的城市记忆 而味蕾就是打开这段记忆的钥匙 山城重现 美食之都 好吃不止火锅小面 重庆人吃鸡同样五花八门 一彩分城 在重庆 每个区县都有明星级 餐桌上他们离不开山川原野的馈赠 离不开人的坚持 市井巷漠 小镇山村 有人以一心守仪式 有人做仪式 忠一生 山野鸡香 山城百味 背后却是相似人生 重庆东北 一百五十千米外的丰都 一家小饭店 服务员手起刀落 剁 切 马 鳞 胶 手法贤熟 食客们也开始沉浸在麻 辣 鲜 香 中 这是风都麻辣鸡块 传说始于唐宋 这是店老板范一魁 风都麻辣鸡块的飞仪传承人 每天最多的重复 就是扫码收钱 认识新客户 风都传说中的鬼城 游客都明白 即便啥也见不到 但美味仍触手客机 赚钱是一件开心的事 范一魁却不满足 与钱无关 问题在机 因为它那个杂交的鸡 它饲养时间周期短 品质肯定就没有原来的那个感觉 就是什么感觉呢 就是吃起来的鸡香味都没有 范一魁的老家 在七十千米外的大山中 警惕 不对 原来是熟人 本地土鸡山坡散养 吃的是骨子和虫子 喝的是雨水和山泉 在城市的餐桌上 他们都很抢手 然而范一魁却不满意 想还原原来的土鸡的那个感觉和味道 寻找成了范一魁那些年最重要的事 云南 不同民族制作着不同滋味 而不同的滋味来自独特的食材 高原之上 一种奇特的鸟 常常栖息在落叶 阔叶林 竹林 草坡等各类环境中 有时甚至出现在村落附近 但动物学家却为这种鸟起了一个鸡的名字 红圆鸡 家鸡的野生祖先 没事儿爱爬高 不在树上就在屋顶 范一魁有两个身份 传承人和生意人 但他最爱学科学 这种森林中的生猛之物 取食于地面 飞行在天空 吃的不是果实 就是虫鹅 最重要的是 它们鸡烟纯粹 这生龙活虎的红圆鸡 让范一魁灵机一动 它和本地土鸡杂交 改变家乡的品种 眼前的小鸡就是红圆鸡与本地土鸡的孩子们 麻辣鸡筷 麻辣鸡筷 都数心味 细节之处各不相同 拿出各自所长 只等一只鸡 鸡在宰杀时很紧张 鸡肉当然很僵硬 高度高凉酒 舒缓紧绷 粗盐去腥 但方式却是揉搓拍打 这样肉会放松 虽然鸡并不知道 传统的鸡筷用水煮 范一魁仗着一山好鸡 用龙屉蒸 食材的香气向上 进入鸡肉中 一只鸡 一龙屉 一盆酒 三心味 还缺重庆人的倒猎直爽 大多数重庆厨师 热爱云贵高原的马与腊 范一魁很保守 知钟情故乡大山的物产 准备花椒还能塞干的 可以 准备花椒也可以 可以 有香有麻 安逸 安逸 雨摇带 就长在海拔一千八百米的高山上 不要大麻大辣 因为主材仍是鸡 没有极致的爆裂和刺激 却留着难得的质朴 夜幕降临 范一魁要多做一样工作 与花椒对话 外形一致 油包大而密集 但品种却分青红 红花椒香味纯正 麻味略淡 厨师常常用来爆炒 青花椒清香柔和 麻味较重 多用于炸油 都是花椒 常人葫芦吞枣 范一魁却为比例烦恼 幸好 这个传承人爱科学 他打算做试验 不同的碗里 是不同的配比 最终 范一魁却让青花椒 在数量上多了一倍 青红之争 二比一 毕竟 这些花椒 要被用来炸油 青花椒代码 至于红花椒香味的纯正 速食速炸 就能解决 铁锅蒙火 八成油温 要想不糊 就得不停地翻 做料没有极致 用最普通的食盐换性 用最新鲜的花椒油激发 不同特性在热油下融合 一切准备就绪 鸡肉与酱料 经过不同的封尘 终于要相遇 肉嫩鲜香 薄厚香仿 酱料饱和 味出层次 没有寻访 这只外来鸡 不会将肉香 飘至遥远的丰都 没有坚守 本地花椒的质朴 会在大山中落寞 美味 因人的漫长旅途 在餐桌上相依 坚守美味 是底线 要想更好 就得 追 有人对鸡叫真儿 有人对气痴迷 重庆凤姐 五十一岁的制陶匠人 徐新武 从十几岁起 就开始制作骨子 到今天 手艺练就了半生 一年也只能烧出六窑 自清代至今 川鱼两地 骨子的制作 只出现在凤杰县 北部的河谷地区 有人考证 这种炊具 源于当地民间的 酿酒作坊 人们将烧酒的蒸馏装置 从酒房移至厨房 八根气管 就是骨子的智慧与灵魂 未来那只鸡的成败 就在这里 骨子鸡必须有两人才能完成 有人做骨器 有人烹夹鸡 凤杰竹园阵 鸡 全是土鸡 没什么特别 同是凤杰人的刘骏 却能让他们脱胎换骨 他就是制作骨子鸡的另一个人 也是骨子鸡 非移传承人 要不然今天这些黑糖 打得不少嘛 好几千 骨贵也大 骨贵也大 门外 刘骏是一位普通的大叔 门里 刘骏是一位刨厨间的高手 曾经 凤杰人只能在逢年过节时 才能吃到骨子鸡 原因只有一个 凑齐所有食材有点难 蘑菇 月神开胃 大浆 活血驱寒 腌制的猪蹄膀 富含胶原蛋白 食味食材中 还有红枣 补中益气 杀身 养阴润肺 白色棉布兜 装下了小半个中药房 刘骏在四十岁那年 回到乡村土造前学厨 才逐渐明白 这道民间菜 隐藏的种种智慧 有中医的养生 也有味觉的转化 山风吹了两个月 盐浸透腊肉 不久之后 腊肉的咸与香 就要转移到鸡身上 四十天后 徐兴武的工作场所 从批房换到了土窑前 这四十天 从骨身到蒸脚 从天盖到气管 上诱 烧制 一个简单的吹具 如此复杂 但还要等待 冷却后的初遥 刘骏开了 两个小时的山路 来找徐兴武 十八个块 十八个 再相守也要仔细验货 不是甲方和乙方 两个匠人都热爱那一份美味 八根气管各个畅通 但现在却看不出神奇 骨子鸡看似复杂 实则简单 锅里有水 但骨子里除了食材 却不放一滴水 唯一的湿润是牢骚 调味增香 保持肉质鲜嫩松软 盒盖 刘骏让骨子自己表演 碗状的骨子盖倒满冷水 这是刘骏的温度计 锅里的水开始沸腾 谷底的蒸汽顺着通道进入骨子内部 八根气管八条蒸汽 浸润所有食材 唤醒每一种潜能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提到一种烧酒的蒸馏法 蒸令气上 用气成滴露 在刘骏骨子机的制作中 物理属性如出一辙 观察 骨子盖中的冷水 因为热传导开始沸腾 咬出 再添冷水 骨子盖必须时刻保持冷静 火越来越旺 蒸汽越会越多 升至顶部 越冷 蒸汽开始凝结 聚成水滴 打在食材表面 骨子机的水 是自造的蒸馏水 没有任何杂质 逐渐淹没食材 这是一只讲究的骨子 一个下午 刘骏不断换水 蒸汽不断凝结 土鸡的鲜 腊肉的香 各种食材的内在 在蒸馏水中释放 鸡汤原味不漏 食材各显其能 来了 骨子机来了 一把骨子 一只鸡 两个人 一种人生 徐鑫武和刘骏 两个手艺人 谁都不愿走出大山 入味七分 唯味三分 香啊 鸩味无非是原产地 在食物的原产地坚守 在吹具的原产地坚守 在风味的原产地 有人坚守得依然自得 有人却心中焦灼 临下鸡 临间散阳 别看现在其貌不扬 那是因为下过雨后 自己搞脏了自己 但当去掉表象 碍眼的鸡毛拔光 就是另外一番景象 乌皮鸡 下蛋少 长肉慢 但长出来的全都是精肉 在城里超市中 这些乌皮鸡 从上货到断货 用不了几分钟 但三十几年前 这些乌皮鸡 根本就走不出村子 肯定很穷山 山上有不同路 都很穷山 每家每逢 我们就有很多土地 有很多土田 那些乌皮鸡 都种了粮食 粮食都用不出 铁山坪 距离重庆 直线距离二十千米 晚上可以看到 主城的灯火 但没有出山的路 好东西只能待在家中 曾经生在铁山坪 就意味着闭塞 偏偏这里 还有一样更好的东西 花椒 重庆多山多水 雾气中年难散 但潮湿的天气 恰好成就了这里的花椒 色泽鲜红 麻味十足 大蛮的滋味 只能留在自家人的餐桌 但即便如此 赵平美一家 还是守在铁山坪 他们等待着一个机会 也积极准备着应对 赵平美与丈夫 希望能将花椒 与乌皮鸡融合 他们不断尝试比例与口味 很快 一道新菜 花椒鸡 成了村里人的最爱 终于 二十年前 路修进了大山 还没等铁山坪的人走出去 外面的人先进来了 四面环山 正好可以心无旁骛地消遣 其实消遣不是唯一的目的 吸引他们的是农家乐的地道土菜 赵平美的农家乐 绝对算得上一条龙斧 这些土菜来自山野 但当中的王者 正是当年赵平美与丈夫发明的那道花椒鸡 上窜下跳的乌皮鸡 就是西院时刻的终极大菜 越欢式 越是美味 但这群鸡 没有一只 甘愿束手就擒 调整毡树 在鸡看来 不看菜谱超家户的厨子 最可怕 三两下就拿下 他的眼中写满绝望 剁 砍 切 赵平美的刀法 其实是野鹿子 乌皮之下 粉嫩的鸡肉瞬间绽开 虽然没有花哨的刀法 但并不妨碍它的厨艺 连肉带骨 剁成鸡丁 越小越好 只要筷子能夹得上 这种切法 就是让肉不辜负做料的滋味 花椒鸡 讲究滋味 但做料却并不多 加盐 奠定底味 也让鸡肉变得多汁 腌制时 就加入花椒并不常见 高品美的风格 就是让所有特产 从一开始都参与其中 芹菜 大葱 生姜 大蒜 切得大小刚刚好 虽然是配料 在花椒鸡里 却不甘心只做配角 自家种的蔬菜 依旧是成立人喜爱的山珍 蒙火 冷锅 热油 野兴的烹饪即将上演 大鸡肉变成立人喜爱的山珍 看你 这一次 我看不见 我看不见 我想 若是 我看不见 我看不见 快炒 招品美的颠勺至关重要 稍大容易焦糊 略小逼不出香味 鸡肉 辣椒 配菜彼此缠斗 渐入佳境 装盘上桌 一勺热油 麻味毫不退让 花椒与乌皮鸡 两种铁山瓶顶级山针 依旧是赵品美与丈夫当年定下的比例 虽然丈夫已经过世 但味道不曾改变 公路修通 圆了赵品美和丈夫当年的心愿 今天 美魏 成了铁山瓶区和附近好几个村子的新名片 闭塞时他们没有离开 原因很简单 这里就是家 地处闽南 本不产小麦 可是漳州人独爱面食 乔迁知喜要吃卤面 大婚宴席闭上合荷包 早餐精品定数手抓面 晨光微息 美好的心情从一份精致的早餐开始 四叶子调料 对 那我要不想都加 好 谢谢 手抓面是漳州人的最爱 再加一根漳州特色五香卷 一份中式热口就出炉了 漳州虽然是一座南方城市 但是很多漳州人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吃面食 一座城市的独特风味 就像一把钥匙 品到了其中的滋味 也就打开了它文化的密码 漳州的这把钥匙是面做的 漳州人的面里 蕴藏着中原文化与闽南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公元686年 一代女皇武则天下令 来自河南的开张圣王陈元光 赤剑张州郡 从此 漳州就有了吃面食的饮食风潮 美食既是味蕾的享受 也是一座城市的魅力 比起其他面食 漳州手抓面最具北方式的粗广 抓在手中大口大嚼 豪放大气 杨霞生的小吃铺生意红火 如果不选择手抓着吃 可以将面剪成块状 一块面饼 漳州人称为面粪 面粪无味 酱汁才是手抓面的灵魂 甜面酱 花生酱 蒜蓉酱和沙茶酱 四种酱料 四种不同的口味 这个蒜蓉酱这个是最主要 这个手抓面就是一定要这个 这个是主角 这三样是等于是配角 杨霞生坚持自己调制酱料 他相信只有这样品质才有保证 白醋 红糖 辣椒 蒜泥 一起活匀就调配成了蒜蓉酱 蒜蓉酱能去腥 提香 增鲜 是吃手抓面必点的酱料 受潮汕饮食风俗的影响 漳州人爱吃沙茶酱 将辣椒和白糖倒入油锅中 煮三分钟 再放入沙茶粉 最终熬制成浓稠的沙茶酱 我们做这个吃的一定就是要 东西一定要好 要舍得下量 这个东西贵了就偷空减了 他说这个是简直不行 香肠 五香卷 蒸蛋 炸鸡排堆在盘中 配合着蒜蓉酱的香辣提味 沙茶酱的鲜醇可口 甜面酱的香浓甜腻 令人垂涎欲滴 欢快地品尝那爽口滋味 只有大喊一声美才能形容 好 面来了 来 您慢用 好 谢谢 我觉得味道很棒 然后香甜可口 每周一次在学校里特地跑出来吃 我本身是外地的 它这个酱当中 它参长了一些辣味在里面 它这种是既符合了外地的口味 也符合本地口味 手抓面应用熟茧面 从而色泽微黄 质地坛牙 柔韧殆尽 张州人做茧面 一直沿用大树茧 张州特有的 是一种天然的植物茧 吃完以后可不不可 张州人使用大树茧 已有千年历史 相传源于一场战争 为了让北方来评判的士兵 适应张州瘴气肆虐 气候湿热的环境 便利用草木灰提炼出的大树茧做面 这不仅改善了士兵的健康状况 也赢得了胜利 将大树茧放入水中 加盐 比例的把握需恰到好处 随着时间的流逝 大树茧逐渐溶于水中 此时再放入高筋粉 大树茧和高筋粉充分融合 食材舒展 口感变得细腻 顺滑 压紧了然后这个面比较浸荡 然后也比较柔软一点 吃一横目 横目的长短决定了面团揉压后的大小 经验丰富的师傅 凭借几十年的手艺 可以感知面团的厚薄和延展的极限 折叠好 切成条 再放入废水中 十分钟后捞出 此时面条色泽微黄 晶莹润滑 盘面极为考验手上的功夫 抓起一把 轻轻一绕一点 均匀盘于竹筛中 每份重量控制在二两左右 放在木架上 经过一个小时晾晒 面条逐渐粘连在一起 形成面粉 面粉厚薄均匀 柔软有弹性为最佳 做美食和做人是一个道理 杨虾生店铺里的七名员工 大多跟了他近十年 为了让员工早点回家 他放弃了晚上的生意 每天下午六点准时下班 身处闽南地区 张州人却人人都是面食爱好者 这与当地悠久的历史息息相关 信言信臣的这些 好多都是河南故事间那边移民过来的 跟着那边的祖先都是那边来的 开张圣王陈元光建立张州郡 一同开张的 共有原籍河南的八十七姓 近万名府兵 如今的张州人大多为其后代 但河南人代代钟爱的卤面 却未一成不变 经过闽南风味的洗礼 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口感和滋味 不同于河南卤面的鲜面条 张州人选择碱面 汤汁更具敏菜特色 其味清鲜 甘甜 官之金黄 嚼之筋道 闻之幽香 陈征芳经营着一家卤面馆 因为用料足 口味好 时刻络绎不绝 先生 您吃什么 面条 我们张州的这个碱面 它是熟面 放在这个热水里面 使面条它达到一个暖度 加完热之后 我们会把面条给甩干 这碗面就装好了 卤汤是卤面的灵魂 卤面店都有自己的打卤秘方 因而各有各的美妙之处 加入卤汤 卤面色泽鲜艳 稚嫩爽滑 以吃渐肠的张州人 他们的口服可不一般 卤肠 五香卷 炸鸡排 虾仁 鱿鱿 可以随意搭配 一大碗卤面 一餐大部分的营养需求足矣 卤面要先喝汤 再吃料 最后吃面 一口香浓润滑的汤下去 整个人会胃口大开 再来一口卤肠或五香卷 瞬间心满意足 碱面的韧度 与卤面的稠滑完美结合 让人为之着迷 小小一碗卤面 小小一碗卤面 看似简单 却蕴含着厨师多年的心血 和精湛的手艺 作为海滨城市 张州卤面的卤汤猪 自然少不了大海的味道 你好 你好 这个干度怎样 干度都非常好的 新鲜度够 它挺新鲜的 那边是小一点 这个比较小 这个新鲜度比较好 个头比较大 丰富新鲜的海产品 给张州卤面天味佳彩 让张州卤面的味道 独树一致 这个大锅还得挺长时间的 熬的时间大概 至少要有两个小时以上的 熬制卤汤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干贝 鸡蛋 调味汁 虾仁 鱿鱼丝 十多种调料 依次放入锅中 如何正确把握时间 是卤汤熬制的难点 这个味道是起到一个 鲜美的一个作用 所以我们之前做的时候 一定要先把那个 干贝 鱿鱼虾仁 给它煮出那个味道来 多种食材 需要按照一定的顺序 依次投入 掌握好正确的下锅时间 才能完美释放食物的鲜味 连胶粉勾芡 张州卤面的特色 这样调制出来的卤汤 稠度适中 随着勾芡完成 再加入猪肉丝 鸡蛋 不停搅拌 卤汤越发粘稠 香味越发浓郁 历经五个小时 卤汤方大功告成 海鲜的 有大海里面的产品 也有陆地上面的产品 比如说猪肉啊 海鲜缸啊这些的 它把所有的食材都一起 融合在一起 陈正芳从小就帮父亲做卤面 早早学会了卤面的技术 自从接过家里的卤面店 生意越做越好 对品质的把控 对味道的坚守 是其成功的奥秘 卤面对于张州人来说 是一份记忆 一份念想 张州建成以来 卤面一直扮演 张州人的代客大礼 人生中每个重要的时刻 都有它的相伴 陈正芳有两个姐姐 他们共同为父母 买了一套新房 吃卤面 是张州人 乔迁新居的传统 双脚踏入来 富贵殆尽来 伴随着祝福的话语 闽南乔迁仪式正式开始 火炉 红灯 五谷 扫帚 有家族兴旺 日子红火 才气入门的寓意 乔迁宴 乔迁宴行上 卤面是当之无愧的主角 准备好卤汤 无需过多等待 宾客即可享受一顿丰盛大餐 来 来 来 张州人以卤面为傲 吃一碗浓汤卤面 那特殊的香味 一直蔓延到心灵深处 让人有一种舒畅的满足感 闽南人讲食物传统地道 往往叫做古早味 张州人历经千年 对面食也进行了精细改造 古早味和荷包 原为北方面食的荷叶饼 但在张州人的巧思中 馅料却大不一样 陈元光建峻之前 张州还被称为蛮荒之地 历经几代人的经营 张州与中原文化融合 面食传到不产小麦的张州 物以稀为贵 成为重要日子里必吃的美味 具有特殊意义 在张州赵安的寿宴和婚礼上 压皱的一定是和荷包 和荷有夫妻恩爱幸福 家庭和荷美满的寓意 寿宴进行到高潮 和荷包压皱登场 和荷包的皮 用精细的面粉 经过发酵并蒸熟 像个开口袋子 一个个叠在盘中 旁边摆放一大碗 事先配好的甜馅料 子女将馅料包进面皮中 递给老寿星 一家人在欢声笑语中 品尝同一种美食 享受着甜蜜的滋味 生活的美好祝福 融会成一具和和美满 和荷包可以按照自己的食量大小 随意抓取馅料 咬一口 酸 甜 香 脆的味道 从每一个味蕾上缓缓划过 林秀辉制作和荷包已经30年了 经由他手 每个和荷包 无论是口感还是外观 都无可挑剔 往精面粉中加入酵母粉 泡打粉和白砂糖 再放入温开水 一起活匀 静止30分钟 这叫醒面 因为要将它发酵起来 那个面才会酥软 轻轻揉动 力道大小 需要把握分寸 力度太大了 揉了就一层一层的 不好吃 面团松软 弹力十足 则恰到好处 一块块面团摆好 在表面刷一层香油 防止面皮粘连 将面皮对折 用手指轻轻一弯一压 漂亮的花纹随即呈现 放入珍贵 十分钟后 面皮变得松软嫩滑 点上腌脂红 食物被赋予了喜庆的意味 和荷包的馅料 使用了多种 张州人爱吃的甜食 别具特色 肉丁煮熟 与冬瓜糖 举饼一起翻炒 再放入白砂糖和芝麻 冬瓜糖中的甜 橘饼中的酸与油 一起混合 馅料酥香甜软 色香味俱全 香气挑逗着人们的味蕾 让人口舌生津 如今 古早味和荷包 还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林健新婚不久 因琐事与妻子吵了一架 如何和好 让他内心煎熬 和荷包给了他灵感 当他递出和荷包的那一刻 夫妻二人便兵释前嫌 陈元光建立张州郡后 张州人发挥巧思 根据本地口味 创造了众多美味 面坚果就是独属于张州的面食 早先是逢年过节祭拜时的供品 如今成为古早味的小吃 虾茶早已深入闽南人生活的骨髓 约几个好友 吃点古早味甜点 聊得开心 喝得惬意 今天买了一些我们张州的特产面坚果 大家可以试一下 跟我们下午茶搭配起来 口感会更好 大家尝尝看 张州小吃中 面坚果色香味俱全 配着茶吃更有一番滋味 金黄色的油炸皮 深棕色的果馅 轻轻咬一口 皮脆馅软 味道香甜 吃后口有余香 好 来 喝 来 拿好 拿好 这是干蔬炉的吧 对 这个干蔬炉的更好吃 好 来 喝 谢谢 有一种荡荡的桂花香 外酥里嫩 喝茶的时候就更喜欢吃这个了 面坚果 极具闽南特色的小吃 有咸甜两种口味 边卖边做 宋瑞莲一上午卖出三十多张面坚果 制作面坚果工艺复杂 它分三层 外皮是一层炸过的黄金钾 中间是果 最里面为馅料 外皮备料是用米浆 苏打 面粉和水一起搅拌 待粘稠到滴落不断时才适宜 在锅底放一层油 搅好的面糊 用小木棍甩进锅中 立刻形成脆皮 不会撒就会 整个连在里面 它就不会脆了 这个就是这样子慢慢甩 还会觉得脆 酥 要均匀地把锅面填满 这样面糊就与油融合为一体 不断抖动 熟练的师傅会形成条纹状 既好看又好吃 很难写 就交过三个 但是他们交的这个 也要写半两 或者是四个月 最后涂上一层面浆 使面皮表面均匀 经面粉和水按比例混合 再加入赤砂糖浆 形成果 倒入锅中 填满整个锅面 盖上锅 用大火焖 八分钟已经到了 可好了 可以旋起来了 起锅后 面浆充分涨满 甜面坚果 要涂上一层桂花露 再撒一层芝麻 花生碎 和冬瓜糖碎末 加上冬瓜片 吃起来鲜甜可口 美味极了 吃了还在想吃 一点一点切过来 不然切不对 下面这个脆最 然后呢 再给它放过来 好 然后这个把它 给它盖一盖 就这样子 用大铲子 将其铲起放在案板上 就可以售卖了 甜咸面坚果的区别 就在于馅料的不同 咸的内馅是将瘦肉丝 虾皮 香菇片 鱿丝丝等一起翻炒 然后还有加上 那个韭菜 这个吃的比较 比较香脆 再撒上一层胡椒粉 咸面坚果就做好了 外层香脆 内层咸香 虽然有咸甜之分 但卖出的十分中 只有一份咸面坚果 可见张州人 对甜是何等喜爱 宋瑞莲每天要做 五十多份面坚果 无论大人还是小孩 那浓浓的桂花香 酥脆的外皮 香甜嫩软的内里 都成为内心永远的记忆 好吃 宋瑞莲干这一行 已经四十多年 她见证了一些 古早味的兴起和衰落 张州城内做面坚果的 只剩下不多的几家 凭借优良的品质 她守住了这一种老味道 在这坚守的饮食传统中 张州人总能翻出新花样 同样的食材 手指挥洞间 却是不一样的美食呈现 水点心 开口角 小青包 水晶包 各类面食 让张州人的生活 有滋有味 怀雍一座山 碧碗一条江 贵州 四川 与重庆三省市交汇处的 中心城市 尊义 东无严寒 下无酷暑 雨量充沛 日照充足 独特的地理位置 和气候条件 养成了尊义人 闲适的生活方式 和无辣不欢的饮食习惯 辣椒 既符合散寒趋湿的身体需要 又满足 畅爽痛快的精神需求 是遵义人家最常用的食材 也是他们最熟悉的味道 一辣百香 瓷巴辣的燕香 胡辣椒的唇香 糟辣椒的鲜香 不同的辣椒制品 辣出不同的香味层次 不管是土生土长的尊义人 还是那客居前南的异乡人 一辣解千忧 一味惹香愁 辣让食客的归属感油燃而生 尊义的黎明 搬着早餐店前的烟暈热气 徐徐开启 清晨的街市就是巨大的早餐厅 大多数尊义人的一天 一亿碗豆花面开始 这家豆花面我都吃了日子年了 我们正义话说 太安逸了 豆花面是尊义人独创的传统小吃 迄今已近百年之久 冬日的早晨 吃上一碗鲜辣碰香的豆花面 热乎乎的感觉 从口腔到胃里 一直暖到心里 瞬间身心舒坦 一天的精气神都有了 豆花面美味诱人 有一道食材功不可没 那就是瓷巴辣椒 它这个搭袋里面 这个豆花有豆花的香味 面条有面条的香味 在我们贵州又吃辣椒 辣椒也在里面 太爽了 凌晨四点多 黄杰两口子已经进入忙碌状态 他们在紧张地准备 豆花面店子里一天所需的食材 豆花面店子里一天所需的 豆花面店子里一天所需的 所以豆花面最重要的就是蘸水 蘸水也一定要好吃 而瓷巴辣椒是蘸水好不好吃的关键 黄杰夫妇颇为重视瓷巴辣椒的品质 制作时既前程又用心 这种干辣椒是制作瓷巴辣椒的主要原料 它选用辣而不猛 香味浓郁的虾子辣椒晒干制成 将干辣椒去地 泡洗 冷水下锅煮 直到煮的辣椒肉浑圆厚实 充分胀透 再捞出切碎 锅里倒上菜籽油 倒入切碎的辣椒 加盐 白胡椒粉 文活慢炸三四个小时 鸡辣椒 猪辣椒 打辣椒 然后才制辣椒 这个过程要好几个小时了 制作瓷巴辣椒 需要慢工出细活的匠人精神 更需要制作者敏锐的眼力 灵敏的嗅觉和老道的经验 等到锅中辣椒颜色变深 辣味浓浓涌起时 即可出锅 制作好的辣椒 像糯米磁巴一样 有了粘性 因而得名磁巴辣椒 磁巴辣椒配上肉臊子 油炸花生米 小葱 薄荷 再浇上精心熬制的骨头汤 一碗令人齿颊流香的蘸水便制作完成 早上七点左右 所有准备工作就绪 时刻也闻香而至 遵义豆花面有两种吃法 一种是打蘸水吃 另一种是把蘸水直接浇在豆花面上拌着吃 当地人管这种吃法叫干溜 面一上桌 时刻们借着碗里的热乎器 爽力地搅拌几下 面条和豆花完全浸润在浓郁香辣的蘸水里 艳香的辣味拌着姜蒜独有的辛香 浓郁醇厚 面里的磁巴辣椒把食客的胃口调到极致 好的手艺代代相传 黄杰跟随婆婆王岳刚 习得一手煮制豆花面的好手艺 我想妈妈以前做的豆花面就做得很好 很多人都喜欢吃她做的豆花面 后都她年纪大了 妈妈就常跟我来做 我宁愿一人吃千次 我不愿千人吃一次 扁材料你一定要搞好 一定要认真 还是学到我了 甚至有些东西可能她比我还强点 小小的面馆 承载着婆婆王岳刚一生的梦想与希望 婆媳之间对美食的新手相传 蕴含着家人之间的信任 也蕴含着对顾客始终如一的诚恳 这份真挚的情感 如同磁巴辣椒一样 火辣而回味悠长 曾经的遵义 因为山高路陡 交通不便而物资匮乏 人们的生活 曾一度削油少盐 饭菜难以下咽 所以把辣椒当成盐 菜调味品 祖祖贝贝和辣椒打交道的尊义人 懂得用不同方法尝试 挖掘出辣椒最为丰富的香味 与豆花面里 糍粑辣椒的香味不同 羊肉粉里的胡辣椒 炒制出来的那份香辣 更加浓郁温暖 似乎还带着治愈的功效 赵四本名赵九宽 在家排行老四 大家都习惯喊他赵四 他是一位将胡辣椒和羊肉 巧妙混大的高手 他所烹饪的羊肉粉里 拥有一股独特的胡香 那正是时刻最为迷恋的味道 早餐 晚餐和宵夜都可以吃的 今天要吃就吃吧 今天要吃吧 胡辣椒的诱人味道 来自它的胡香 这种胡香和羊肉的香味 是绝妙搭配 微胡的醇香辣味 轻松刺激着食客的嗅觉 吃起来有一种独特的口感 赵四店里的胡辣椒 由朝天椒和灯笼椒 混合制成 而烹制胡辣椒 是赵四的绝活 绝活往往意味着加倍的用心 赵四炒制胡辣椒 只选用烟火气十足的柴火 先将锅烧热 倒入辣椒 不停地翻炒 咸熟的伸手 窜动的火苗 舞动的辣椒 这一颗的赵四 仿佛在制作一种工艺品 辣椒里的水分被风干 背出了浓郁的辛香味道 火候的把握 最能体现赵四的功力 火候不足 香味难以激发 火候太过 胡味便来抢戏 朝四总是能把火候 拿捏得恰到好处 待辣椒表面炒制微微发糊 出锅冷却 炒制好的辣椒 倒进石旧 用手工来捣碎 千锤百炼之中 精心的手艺汇聚满满的诚意 如柴火般赤裂 如石旧般坚实 味道浓烈 焦香四溢的胡辣椒 终于制成 为了更好的呈现 胡辣椒鲜香醇厚的味觉层次 朝四要将胡辣椒 精细加工成胡辣红油 烧飞的菜籽油 倒入胡辣椒粉 胡辣椒的特殊芬芳和褐红色泽 瞬间被萃取出来 香味与辣味的精华 被高温油脂吸收 胡辣椒在赵四的手里 以一种新的形式重生 只带与羊肉粉完美相遇 店前的空地上 这个看起来白净秀气的女孩 是赵四的独生女儿珊珊 她提着一把大刀 力索地把全羊分割成小块 踢下的大骨头 也三两下就敲碎了 动作毫不含糊 羊分是老人家做了 将近大半辈子的 也是她的兴趣 我也想跟他们传承下去 传承不是简单的复制 需要倾注满腔的热爱 和持久的恒心 珊珊女成副业不怕脏肋 店里所有的活 不论粗细都亲自动手 从不肯懈怠 原料准备就绪 妇女二人开始合力熬制羊肉汤 把分割好的羊肉 骨头 内脏 放入锅中 加上赵四秘制的调料 先大火煮至熟透后 再用小火慢炖 接下来 赵四将为羊汤化龙点睛 沸腾的羊汤里 淋上几勺之前准备好的 胡辣椒油 醇厚的辣味 能完美掩盖羊肉的山味 也能带给食客更为香浓的味觉冲击 初冬的街头 兮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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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让人眼前一亮 胃口大开 胡辣椒 辣得醇厚 浓烈 吃羊肉粉的时候 再放上那么一两勺 胡辣椒香醇的辣味 完全渗透到粉里 汤里 这是尊义人最喜爱的一种味觉刺激 一碗羊肉粉下去 人们身上就热乎起来 心里也油然生起暖暖的满足感 这份辣与香在不觉中 也成了一种心灵的交流 传递着人间暖意 尊义有成千上万家羊肉粉店 赵四的羊肉粉算是后起之秀 却迅速风靡大街小巷 而这碗羊肉粉好吃的秘诀 都在那纯香的胡辣椒里 很多就是说是像我们在假期 然后出门出去刷的时候 也喜欢吃完羊肉粉 然后回来 从外面刷了回来 也要吃完羊肉粉 吃完羊肉粉才真的感觉到家里 所以有个时候我都喜欢跟他们说一句 欢迎回家 是辣 已成为尊义人与生俱来的喜性 他们对辣椒有着患难与共的情感 这种情感演变成发自内心的热爱 融入到他们的血脉之中 在尊义 随便走进一户人家的厨房 总能看到几个装着辣椒的罐子 在这些罐子里 必有一罐装着糟辣椒 这充分体现出糟辣椒 在尊义辣椒大家庭中的灵魂地位 糟辣椒色泽鲜红 香浓鲜辣 酸脆可口 风味独特 是尊义食谱中的调味担当 陈耀 餐馆老板煎掌熟 最喜欢以糟辣椒入菜 在他看来 糟辣椒也是所有贵州人 虚余不可或缺的美味 走遍全贵州 每个县县县县都是糟辣椒 我回了哦 为了给店里提供充足的原材料 陈耀邀请当地经验丰富的徐志秀阿婆 一起制作入冬之前的最后一批糟辣椒 糟辣椒的制作十分精细 容不得半点马活 它的原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赞 订阅 转发 打赞 订阅 转发 打赞 转发 打赞 订阅 点赞 转发 打赞 转发 打赞 当地赞 转发 打赞 画跟原生态画 这个人际罕至的防空洞内 有恒定的温度 给微生物的发酵 提供了合适的条件 将剁好的辣椒装入坛中 潭边加水密封存放 发酵 这个过程不得漏气 稍有不慎 就会前功尽弃 以纯净水封住的潭口 隔绝了外面的空气 形成潭内缺氧的环境 乳酸菌把辣椒中的糖 分解成乳酸 同时分解着辣椒中的蛋白质 产生鲜味氨基酸 从而使得辣椒的风味 发生极大变化 从风坛存放到取出食用 糟辣椒的发酵完成 要经过180天左右的等待 时间如同魔法 无声无息之间 辣椒在坛子里 完成了味道的转换 从辛辣变得鲜香酸爽 既要谨慎操纵 又要耐得住寂寞 制作糟辣椒的用心良苦 为它增添了一份等待的味道 陈耀的餐馆里 糟辣椒是做菜必用的配料 糟辣椒炒肉片 是最为家常的菜肴 但也是点单率最高的一道菜 因为它既解馋又下饭 肥瘦相间的猪后腿肉 切成薄片 泡好的笋干切成小段 将蒜洗干净切好 凉水中撒入姜丝 待煮沸以后 放入猪肉煮五六分钟 待到猪肉煸出油 放蒜 笋断 同时放入最为重要的糟辣椒 糟辣椒瞬间激发出肉香 同时也能去腥解腻 出锅前撒上蒜苗 色香味俱全 这盘糟辣椒炒肉片 能让人吃下满满一大碗米饭 当地有句话说 糟辣万菜 有了香鲜酸爽的辣味加持 普通的食材也会变成人间美味 辣与遵义人世代相伴 或许是因为吃辣能令人血脉分张 才让遵义人有了豪放的气质 也让他们有了追求幸福的底气 遵义人对辣椒的喜爱 已然弥漫在离家的乡愁里 也充盈在归家的温暖里 是骨穴之中灵魂深处的故乡记忆 一味辣一生情 遵义人对辣的探索之路仍在继续 而辣椒的各种香味 也在不断变换代代延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